他不是臥底了 他講的非常多元化 所以說明海大哥 其實對Peple不要那麼苛求 因為事實上他已經做了80%的事 那麻煩他沒有做好20% 那個亂世出英雄 新頭可說就會出頭了 你撿到時間給新頭可說 那一個我們大師公的模範生 我們的賴慧玲才從英國留學回來 我們幫他也談一談說 他怎麼走上公民記者 他在年初的時候也發表了一篇 我有看 那其實我也有發表一篇 因為那個在那個 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領域 我會去吃我領域的東西 所以老師請請我要趕快把那個 可是我跟你講 那個臺北市醫師公會 他居然登我的文章 就是那個讓生命轉彎 公民記者讓我看見另一個風景 我們下次再說 你叫我不要講的 來給大家婚禮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還蠻興趣 因為我雖然就是我唯一可以說 就是我上了七期的大型公民課 我覺得那是我最大的疾病 但是其實在光民記者這條路上 我大概遠遠不及 就是真的認真更贏的幾位前輩 然後我自己只能分享我自己參與的 真的很淺顯的這些經驗的一些想法 就是 因為我參加的是環境資訊協會的課程 所以就是我們自己的作業 如果寫得還不錯 最後就是會放在滿資 那基本上就跟一般的公民其實又不太一樣 因為就是他會有一組織的那個 被小認真樣的東西 所以比較像是獨立女子的信用 那我另外自己也曾經 有一天放在寫頭殼 然後現在有一些東西是在那個 他拉電子比較經歷的應該是摸摸摸戈 然後那都是有比較不像是新聞 而且比較像是一些資訊的位置 或是從那時候在國外報導出來的 把一些資訊介紹回台灣的時候 不太像新聞 但是類似像是介紹性質的這種東西 所以我個人我不敢說自己是公民記者 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自己也要反省 就是公民記者對我來說是一個 還蠻投機的一個角色 就是因為這時候就是 我自己其實會參加這個 我參加這個課程 然後到最後去英國念環境 可以像可以想念就是 我不是很 對記者這個事情來說 我不是很無正業這樣子 因為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管道去認識 整個環境 整個社會 這些人事故的發生 然後所以對我來說 記者並不是我最主要的focus 所以就會很投機的 就是參加在運動現場的時候 就是沒有辦法進去 就講自己是記者這樣子 然後不想寫採訪的時候 就繼續邀請大喊這樣子 然後所以 但是也會讓我繼續反省就是 所謂公民記者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很模糊的地位 所以我們怎樣去轉換說 我們從一個公民到變成一個公民記者 那公民記者又跟 像剛剛大哥講的就是 跟專業記者之間的那個分跡 然後我覺得這可能牽涉到幾個問題 就是像公民記者 它是一個 因為很多種就是像多米文化嘛 所以其實參加就是被歸納在公民 公民記者上面的人 其實大家初衷 大家的手法 然後大家對公民記者的期許都很不一樣 所以就是我似乎它是一個很意直 很重說分明的一個光伏很大的一個群體 所以我們很難說公民記者是怎樣去定義它 那這裡產生了很多問題 例如說就是就是除了我們公民記者自己本身 因為想公民記者是什麼 還有專業記者怎麼看公民記者之外 月聽人他們又怎麼看公民記者 如果說假設我們今天好 在太陽花事件裡面 那時候我有一種被資訊轟炸的那種感覺 就是就像我之前有參與過資訊產出的部分 但那時候真的有一種很強烈的無力感 就是資訊太多 我又不知道該怎麼消化 然後我也會產生疑惑 就是像之前那個324的時候公信任院 很多人他們即時的就是在我臉書上 播他們那邊的見我 其實某種程度上已經有點 公民記者的特性在裡面 可是作為一個月聽人也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你說的真正確的嗎 就是你這個是 尤其是你接觸他們的身會不會有你的立場 然後還有就是你有沒有什麼 多方的去交叉研診什麼的 所以就是好像就算公民記者 它是一個很開放性的東西 但是最後我們似乎還是要回到 有一點像中大哥講的 就是一個把關或是認證的機制 讓大家 月聽者可以覺得相信說好 就是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人採訪的東西是有品質 是有信任程度在的 但是公民記者這個 目前它本身的界定就已經這麼模糊 然後又這麼多元 到底要怎樣讓大家就是 從月定者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我可以相信這個報道 然後其實 而且就是呈現的方式跟品質 也確實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 但是某種程度上 它的優勢又在於它這個多元 所以我覺得這拿捏 其實還蠻困難的 然後我自己其實是沒有答案的 只是就是覺得這部分也許我們可能必須 除了從公民記者的角度來想 月聽人的角度也許也可以是一般一種 那我覺得如果說就是這個角度 需要入思考的話 除了再說呈現的手法 就是說可以跟專業記者一樣 達到一些新聞採訪的一些基本的那種 就是你自己在採訪的時候 你自己有一定的把關能力之外 或許我們也要可能思考一下就是 公民記者本身就是也要有些新聞價值的探手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對專業記者是有這樣的期許 雖然他們可能大部分不會做到 但因為有那些東西在 所以我們可以以此來評判他們 或是覺得他們應該要備受於這些規範 那公民記者的這個規範 是會有更寬法、更管、更隨意一點 對,但這寬鬆某程度上又讓它變得比較 那個大家的評價可能又跟隨之降低 那我們其實也應該去思考一下 除了說公民記者是什麼 或他身分是就是開放給哪些人之外 那他的有沒有一些就是共同要遵守的價值 然後如果這價值可以建立出來的話 是否就可以建立出一些公民記者的品牌 這樣子 這是我的出錢想法 謝謝 謝謝 我回應一下 其實這個惠玲她在英國留學的時候 幫我們發過新聞 所以她發揮真的是公民記者的訓練 就發新聞 但是呢 我跟各位講 剛剛不是講到就是讀書圈嗎 她可以說目前的佼佼子 所以她是可以 如果說她也是公民記者 她採訪是最專業的 但在我心目中 如果有第二名就是惠玲 因為惠玲的文字太好了 她真的不輸一般的專業記者 其實她在環織發了新聞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這怎麼那麼好的記者 而且她不是在媒體受訓過的 她也不是說有科班出身幹嘛 她也不是學新聞 可是她就真的寫得非常好 她覺得非常印象深刻 所以她來的稿子我基本上都不用改 她來稿子我就直接登了 這很難得 就是說因為她不是在媒體工作的 那真的 我覺得文字的應用精準 還有那個重點呈現 這點一般 我們一般不是做這好的 其實很難這樣做 這真的是很難得 所以感謝 好 那下面那個蘇玲 換你主持 其實老師剛剛找到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今天有安排一位 那就是怎麼讓她從原來的專業 運用公民記者正義的途徑